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要工作其实是我身边这位大哥在做 我只是借了他的成果来给大家下说一下 然后我今天用了一个非常活的方式来放这个所谓PPT 因为这个我现在演示的机器就是所谓龙芯3A笔记本 然后这个龙芯3A笔记本这个性能实在有点不太给力 以至于那个放个PPT是拿那个微软脑费去做的 然后放的时候会有点卡 我就给它全转成图线一样一样放 先是说背景吧 这个这个视频背景是基于两年的Google 3L Code 一个是去年的 去年的Google 3L Code的题目是MITS N64 ABI Code 就是一个学生都是在Debian项目 然后去年完成的事情呢是首先呢做了一个64位的工具链 这个工具链是一会儿会再稍微多说一点 然后当时呢在这一年的GSOC结束的时候编译过了5000个软件包 然后5000个软件包这里面是不包含所谓的那个就比如Python这种不需要编译的我们是不算的 就是真正需要编译的代码是5000个包 之后当时是已经做到了把整个系统可以跑在那个真实的硬件上 并且就是说包括我们今年这个GSOC整个提供的编译设施啊 都是去年建起来的嘿 然后等到今年的时候 今年这个GSOC的规模就一下扩大了很多 扩大到了三个学生 然后三个学生的话 两个项目一直都是他来做mentor 然后我来做一个半瓶子酱油都没有打满的mentor 就commentor 然后这个今年的GSOC项目刚刚开始 在开始之前我们已经编译了 就一共是11000个需要编译的软件包 编译通过了9100个 然后桌面呢已经就跑在了就是实际的hardware上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样力了 然后下一张 首先说一下前面提到的一个词叫N64 就是所谓那个Nips这张弹层 它有三种ABI 就是说像那个我们在X86构架上是有两种 就是比较广为人知的有两种 一种是I38632位的 一种是X8664是64位的 这个再有一个数语叫BIARC BI然后ARCH 而在Mix上是最单纯的 它有三个 一个是O32 N32和N64 然后也就出来一个词叫做TRIARC 之后呢这个有三种 它这三个分别是 第一个是O32 是现在在这个仓库里 或者说支持MNips 那么它的编译的就是用的ABI 就是O32 是32位 用只能就是跑在32位CPU上 或者是如果像龙心是64位CPU 但是呢它只能用它的那个 32位部分的指令 64位扩展的指令全都不能用 然后在1990 就1994到1995年的时候 SGI把这个就是把它的O32的 给确定下来 然后随后就把它照破掉了 然后接下来是N32和N64 1995年的时候 SGI的64位处理器就已经OK了 没有问题了 而且已经在实力推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 32位构架和64位构架 这个N64其实是和我们的AMD64 非常非常像的 64位指针 然后长整形 只能在64位CPU上好 而N32是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X32ABM X32 就是X86上的X32ABM 这个X32意思是 只能跑在64位处理器上 但是呢 它的指针是32位的 指针长度是32位 这样的话它可以用到 64位CPU的一些比较新的指令 然后另外呢 也可以用很多64位CPU 才有的一些优化 然后我们去年做的是选了64位的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在接下来的发展里内存 越来越便宜了 而你32位的 32位的那个 32位的英文程序 怎么样都要受到那个 单进程4GB内存的限制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了 虽然说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龙心本 非常坑爹 龙心本坑爹在于它只有2GB内存 然后而且拓展起来非常难 我们曾经试图去hack它的硬件 然后发现 加的就是讲的所谓的限制 它这个限制呢 首先是 其实这个有点反过来了 第二点是说那个单核性能非常疼 单核性能疼到了 我们实际的感觉并没有严格的测试 实际感觉龙心3一个单核性能 只要比2还差一点点 然后 这样呢 但是因为它是四核处理器嘛 四核处理器 我们就很希望它能并行的去 尽可能并行的去编译软件 但是我们在实际上编译整个仓库的时候 进行一些简单的统计 发现有非常多的包 甚至是一些就是编译量非常大的包 它只能单进程编译 然后一旦多进程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然后 第三点呢 是 龙心的就是龙心他们这些人非常不给力 我今天可能有一点评价 都要留在吐槽他们了 他们的那个启动是用P梦 P梦也就是类似我们普通电脑上 接近BIOS的一种东西 可能比BIOS做的还要多一点 和现在的所谓EFI很相近了 对 然后这个东西呢 他们代码系的非常非常实 只能支持一种叫做单面 就是说你的那个内存条上 你的内存可以只能焊在一面 然后呢必须是RDIMM 就是所谓那个服务器上用的高端货 Register的DIMM 然后最大支持两G 然后最多支持四根 所以说之前卖出来的龙心系统 除了某些曙光什么的卖的那种 他们自己重写的P梦之外的 就是说最多配8G内存 还得是四条他们指定过的内存 否则插上之后就没认出来内存 然后第四点是说到车面上的时候 这3D加速通常不好使 因为龙心3A的 它只支配了一种北桥芯片 叫做AMD的2S780E 然后这种芯片非常疼的一点是 就是它的3D加速没有开源驱动 然后那个AMD也说了 这个东西我不做开源驱动的 然后本身上的性能也非常诧异 要不然我今天演示也不至于 就是说什么东西就要拿图片来放 本来说那个什么东西卡的 叫换灯片 然后今天我换灯片要拿图片来放 这种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就是说 其实客观来说 它的硬件做的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说搭配的太锁了一点 然后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 后来也拿到了一些更牛逼的 比如Kevim的硬件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 GSOC已经要结束了 所以高性能是高性能 整个的base platform 已经基本上是在龙心上 然后对于前面那些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推各种补丁 推各种补丁 首先让这些东西能编一过 运行起来 然后添加相关的支持 然后最后呢 最后是要就是说 稍微在可能的情况下 提高一点病行度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 只能在就是所谓 bootstrap stage 上用 就是说当这个系统 还神马都没有 你从零去 从交叉编译 开始把它弄出来的时候 这样做你的性能 或者是你做的事情还够 然后等到我们去批档编译的时候 我们手上是有三块龙心3A的开发板 两台那个两台这个本子 这两台本子还是龙梦给的 龙心就是龙心和龙梦是两家公司 龙心做CPU龙梦做电脑 对龙心没给过 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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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门 然后那个龙梦当时说 GSOC开始了 就直接送了两台电脑 然后那个龙心一脸的时候 说没有 啥都没有 然后 接下来 但是即便是我们有这么多机器 在正常来说 开始一个新的Architecture的时候 这个这么个机器量 其实是基本够的 但是当我们发现编译这一万多个板 因为代变一直在更新 我们编译的是代变C的 所以要不停地去跟他们的更新 然后就发现这个速度不行 我们的编译队队是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然后从几百到一两千 都是经常出现的 这个地方还差一点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写了一个 自动分析依赖的一个脚板 就是说你编译过一个包 有可能十几个包 几十个包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对就是说我们先是分析 已有的哪些包 然后通过已有的哪些包 可以编译出哪些包 一旦过了一个 比如说很关键的包 就可能一下子出来一堆 然后再加上上面的更新 然后更新就死了 然后最后我们的解决方法 是用交叉编译DistCC来编译 说实话 这个就是在X86的机器上 跑一些编译节点来 X86机器上做交叉编译 然后龙芯机器上做那些 必须在Native完成的 比如Link 比如链接的时候 然后经过一些统计 比如一些病情化很好的包 大概能节约60%的时间 然后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不担心 说我们的队列会不断变好 虽然队列还没有清空 队列清空 已经清空 昨天清空 好 然后刚才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所谓Bootstrap的过程中 还有刚才说所谓DistCC 能够交叉编译的一个基础 叫做MultiArc MultiArc是Debian现在只有Debian推的一个事情 梁岁龙刚刚吐槽了我一下 然后说我每次演讲都是吐槽 之后我也要吐槽他一下 曾经在Twitter上 我们说Debian在推MultiArc 然后一家队人骂了我们傻逼 之后菲多尔的人说 说我们多少年前就有MultiArc的 你看我们32位64位可以同事演讲 然后回头被小企鹅的作者给吐槽了 说你们的MultiArc跟Debian比 就啥都不是 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MultiArc 原来在64位系统上装32位的东西 你是需要用32位的库才能好得起来的 而以前的解决办法是 就是做了一个包把最常用的一些32位库 一直到QT已经编译完了 然后给你放在一两个包里头 你可以去装 装完了之后 你依赖这些东西的32位程序 你可以跑 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 32位程序就不能跑了 MultiArc呢 是说让你能够安装任意一个架构上的32位库 不仅仅是限于 就是不仅仅是X86上 X86的话 64位系统可以装32位库 但是呢 X86上你也可以装比如ARM的 ARM的库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构架的库 不管32位 64位 这个时候呢 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解决了 刚才说 在那个64位架构上 会用原来的图办法解决的时候 会有一些32位库你也跑不到 然后呢 但实际上它的用途 用途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最有用的是这个交叉 就是交叉编译 首先呢MultiArc它最大的点是在于 把所有的库不再装在USRLEEP下了 而是装在USRLEEP下面加一个Triplet Triplet 比如64位的叫做X86-64-Linux-Gnu 而我们的那个MAPS64小端 就是所谓LittleN点版本 叫这个MAPS64-ER-Linux-Gnu-API64 这个里面Gnu-API64是它有一点点是因为 Gnu所定义的N64和SGI所定义的N64 是小有区别的 就是有一点点区别 所以我们用的是Gnu的ABI 于是我们用的Triplet是这个 想要能够实现这种 就是说你在64位系统上去非常干净的去编译32 编译MIPS程序的话 还需要你的工具链支持 工具链一般包括四种东西 Bin Utilities GCC GCC指的是广义的GCC 就是Gnu Compiler Collection 然后是Glib C 再加上一个内核的图文件 这些支持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说我们做2-chain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东西支持了Multi-Arc 然后再加上DABI的整个的包管理系统 然后就DPKT APT 还有WebHopper之类的等等 东西全都支持了这一套 就是说这一套convention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编译的时候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 正常来说编译的时候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然后在DABI的上面 如果你是写好了打包脚本的话 是一个DPKT Build Package 这样的话是当你系统已经装好了相应的货 并且是相同国家 比如说AMD64 你就在AMD64上可以这样做 就可以编译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做到了就是DPKT Build Package 后面传一个番数-a 然后MIPS64-1-2 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你系统上编译出一个完整的 可用的MIPS64的包 所以我们最开始的WhoseStrap全是这样出来的 我们没有经历ARM去做交叉工具链的时候 在一个TenderRoot里头自己一件一件编译的过程 我们所有的包从最开始 从第一个包出来就是DP 然后搭了一个TenderRoot 然后这个TenderRoot做完了之后 开始变成内内部RECAPT 然后现在我们有哪些东西 就是已经编译出来的 或者并且验证能用的 第一点是Cross工具链 就交叉编译工具链 第二点是基本系统和一大堆系统服务 就比如NGINX什么的 已经就都OK了 然后接下来是SystemD 我现在这个本上的Unit就是SystemD 然后第三点是KDSC MATE SFCE 在我这里上可以跑得起来 一会儿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继续演示 然后呢虽然今天是那个Gloom Gloom A 但是很遗憾的说Gloom 下午跑起来就会崩溃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但是Mate是Falk的Gloom 2 它是可以跑得很好 我现在的一个环境就是葛特曼尔 现在给大家展示了 因为KD显然有点太重量级 然后我们接下来比较重量级的东西 就是OpenGDK7 并且带了Just-in-time compiler 全功能的NZR4维版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下NetBeans 下面是我们WebKit已经过了 WebKit,WebKit,GDK,还有QtWebKit 然后我们这里头一会儿还是会演示 会有一个可以用的浏览器 然后应用上Emeroc,VLC,MPLAY,P 这种常用的全都有 中文输入FCIMS iBus iBus也有 对,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小企鹅党 所以iBus就被忽略了 然后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 首先Gecko没有 所以就Firefox,Hunterboard 什么全都没有 WebKit没有 然后WebKit的JavaScript 引擎JS Core里的 就是GIT没有 Mono也没有 Mono也没有的点 也是在约他里面 也有个GIT 然后所以说这个里面 总结出了一个大的点 就是我们在64位的MIPS上 缺乏各种各样的 Just-in-time compiler 然后这个需要人去写代码 不是改改编译选项 改解行人就可以的 然后这个是需要 就更多的人来参与 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然后刚才说的这么多 就是说成果在哪里找呢 是可以在这里找 虽然他在他家里头 还有一套编译设施 然后他在他家里 也达了Web服务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不去 他再做宣传 那我家里头 马上就会同步到这里 因为他家里的上传只有四兆 两兆 所以大家一下来 他就上不了了 然后接下来 是我给大家演示 演示的话 我等一下 看着你黑的真心看 我有这种真心 卡的不用关到 是的 然后接下来 先给大家放一段视频 怎么办 嗯 比个80P 这个后视频 720P H264 没事 我带了480P版本 这个吹不起来 我们就换480P 我看能不能漏得出来 然后声音的话 因为前几天 就是昨天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还要装KD 装上KD 之后声音就不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上午搞的一上午 然后也没有搞出来 然后大概是 这个是相当于 他推了两个屏幕 然后720P的效果 并把你用Mplayer做后转 没有声音也很不精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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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你来配音吧 你来配音吧 对 不是 那个Big Bang Bunny 那个大褲子很像你 你来配音 真的真的 一会儿你看见九角你就知道了 真的 对 对 对 这个已经算起来了 对 然后我在 我在另一个屏幕上 先去开一下那个 开一下别的东西 就是 我们这个Port编译的时候 已经开到了那个Mips最高的优化程度 就是所谓Mips Mips 64 Revision 2 就开到了最高的优化 除了那个龙心特定龙心特殊的那个SRMD优化 没有开之外 其他的 对 江江你看 像不像你 像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刚才手里都没说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嗯 然后本来我们这还要放一个Take me to your heart 然后结果没有声音就算了 嗯 这个先放到这里吧 嗯 我们继续也是 如果有信心 改成镜像 改成镜像 好的 是的 是的 太过了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很苦 嗯 然后 就因为我从今没有脂肪过 还可以携带来双限 嗯 还好吧 还好吧 然后那个 刚才我们演示用的就是所谓的Shotwell 然后 我来演示一下呢 它打开 就是打开PDF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对 这就是所谓卡的不行嘛 一直正在载入 就是一张 下一张 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 全屏就动漫了 全屏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就不全屏了 然后 大概就是等于这样的一个效果感 我们接下来看重量级的NetBeans 这个要等 要等三天 你是不是可以出去吃饭了 啊 你可以先去吃一顿再回来 没有问题 这个NetBeans 它真的开了 所以 对 我去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一个东西 现在就是所谓的Java的一个IDE嘛 对吧 我以为我们大众怎么挑口呢 那个Java的Eclipse我们还没有搞定 然后那个NetBeans先 就是NetBeans不需要编译嘛 就先出来了 它可以跑得起来 然后我们装饰的应用基本上都能用 比如什么Transmission啊 Peating啊 什么的 都还是可以的 Emeral也可以用 但是 还是没有声音 装什么KDE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又有什么声音 四线工 对 同时我们演示一下这个 对 这个 所谓茄子大头贴 嗯 就是我们的一个东西嘛 然后 来个特效 来个特效 特效 特效 那我都不能用呢 我都不能用 我都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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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得了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把它关了 我们的NetBeans 撒进去 我们的NetBeans 马上它就要出来吧 嗯 这时候你们看 其实就是 招的 它经常占的CPU也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是哪的 这个不是新建 是新建 我们就随意了 我是加罗盲 所以随意点了 这个一般会卡很多 昨天晚上我在 前天晚上 我在和他 对 这里有一个进度条 Creating New Project 25% 然后我们在前天试验的时候 是创建了另一个类型的Program 然后它卡的41% 再也没有活过来 然后最后我们发现 就不是内存DAC的限制 而是CPU真的跑不过来 难道已经开了64位的GIT 然后这个确实是性能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要吐槽了 我想到了那个 当年在那个龙鑫的官网上 它们放出来了一个 所谓超级优化版的 N64位的加网环境 然后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所谓优化版 就优化成了这个什么样子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然后 然后是 这个天安拉法的 我们来看镜头 试点能做任务 试点能做任务 那是策客处理器 路贷位不过2.0吗 怕什么 然后我们接个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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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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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nfiniti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也什么增加的 康哥你的YP行吗 可以 真的可以吗 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来布一个软广告 他现在这一幅好像是在这个公司 Imagination Imagination是一什么公司呢 就是做苹果和三星手机显卡的公司 然后最近把MNPS Technologies收购了 他因为去年是Mentor 然后就混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收入破风 然后work from home 北京就他一个人 非常寂寞 然后公司就说你可以去发招聘广告了 有五个headcount做Hedora 你啊什么 就是说这个公司现在在招人做Hedora 这个公司在招人做Hedora 就是Mips on MIPS 然后那个就是说你就能进入他这种土豪行列 然后那个今天他炮的妹子没有来 肯不给他面子 但是这个这个哥们绝对是那个因为就是说进了这个公司之后 然后才有了时间有了精力去那个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干掉了 干掉了好快 皮尖是出来了吗 皮尖还没有脸上 你是不是你的那什么屏蔽了那个IRC 那算了 你大家相信我这个绝对可以 可以 然后EMax这种都是小儿科了 肯定打开了 然后transmission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接下来切换其他的那什么吧 其他的桌面环境 这个登录管理器是那个所谓KDE的那个KDM 我们接下来先进KDE吧 既然涂涂了才这么多 但是很慢 CPU线上 然后就卡在这里了 切换那个 他这个KDE里头还有另一套那个显示控制吗 他现在又给切成了方形模式 那个要看那个加载模仿在我这里 我出了这么多图标了 我出了这么多图标 对呀 说了这么多图标了 一瞬间的事件 是啊 是啊 看还OK了 你的龙星二不算是吗 因为他不是多合着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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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算是吗 这是我们的 对 你拿我回去 X86上用的时候它不是两个样的 然后那还是 这个是简单 那为什么不加P 嗯 没有不加P 没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上面的 所谓杀手肌面的 叫做Amaroc Amaroc的缺点不在于 它出不了声了 所以查了 就是 等一下它还在启动 好像 他 他还没有出见面 我没法给他移过点 在那跳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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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KTE这个东西看下去 是的 是的 就是KTE的那个所谓 在温度算上杀漏的东西 就长成了这个样子 它不跳舞的 Amaroc还是没有出来 嗯 对 没有 没有 然后同时再看一下VLC吧 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展示的应用了 VLC就变成了这样 现在见面动有出来 怎么这么不给力呢 现在见面动有出来 怎么这么不给力呢 嗯 我们先把中文打开 好 沈下火了 我感觉都死了 对 对啊 对啊我们现在还跑得满错口 对啊 没关系 都死团团了 没关系 都死团团了 我们去展示别的个面具 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看来主机名 叫BuDDMM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最开始 由梦给我们两台本子 我们所有的编译力量都是这两台机器 然后他们扔在了机房 每天就这样半合着盖在那编译 然后所以它的主机名是BuDDD 然后MM的原因是 另一台叫做YM 然后原因是就是 当时来的时候机器上屏幕上切着膜 然后这一台呢 它当时一激动就把膜撕了 然后我们就说这是煤膜 那个是有膜 然后但是拿出来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那个拿出来 拿出来美眉比较好 有门在美眉那里 对有门在它 它正在追的那个美眉那里 然后我就只能拿这美眉出来了 奇力太多了 你们美眉怎么还没到 你们美眉怎么还没到 我说它 淡静啊 缓节不罢 我能知道你追的那个美眉拿这本大码用吗 他追的那个美眉就是 今年GSOC三个学生之一 讲讲你好像知道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到了太多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到了太多了 所以Big 我们下面进龙跳 然后龙跳要很久才能出那个崩溃今天 龙跳会进崩溃今天 会进崩溃今天 会进崩溃今天 我今天 然后它直接就一伞就黑了 黑了完了之后一会就暖了 这个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提问了 然后这个我们等 静等谈到洪水 不重启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你们试一下那个 优秘器没有编译起来 我们这个编译起来比较好用的 那个Display Manager有两个 一个最开始编译出来是LiteBM 就Google的LiteBM 这个说句良心话 LiteBM代码写还是挺干净的 然后至少依赖上很干净 编译出来非常容易 GDM是我们见过最史的Display Manager之一 可能都没有之一了 然后KDM是功能比较强 然后KDM出来之后它就出来了 前一过程有什么具体的有趣的经历 什么过程吗 比如遇到什么远见很头疼 最后怎么想办法解决 有没有 远见很头疼 我也觉得 那个DMP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一个算法的库 然后KDM也是最后是这两天才出来 然后KDM从去年我就开始尝试做它 然后一直卡在一个叫CLA的库上 那就酷死活过不了 然后最后既然不是GCT都依赖这个东西吗 GCT的高精度云算是依赖这个东西的 所以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啊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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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断它一下 就是可能Shel启动起来之后的样子 上墙做什么 这个后面的这个 我来看一下 学了一下Chrome的部分 然后就展示成了什么后面的部分 你要拍是吗 拍了 这是打场什么呢 对 我今天就是来打场 我平时对KDE公布 就是真的 这是真的 之所以就要装KDE 其实也不能全怪它 KDE之前一直没出来 然后在最后准备演讲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一定要用KDE上 然后就把KDE就搞出来了 搞出来装饰了 然后声音就没了 对 对 对 我这次说 就觉得GMP肯定会出问题 然后最后发现 那个CRN过不了 KDE也过不了 最后还是卡的 还是那个 GMP的问题 最后发现 它用N32给我编辑的GMP 虽然是装子 Zinsome的动态裤子 那个N64的 可是头文件全是N32的 最后又 就非常非常奇怪的 这个问题 后来又打个固定好了 这固定非常短的固定 其实 这个上面这是我碰电盘 碰出来的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每个量自内核启动的时候 上面做了几只飞企鹅 就代表是几核系统 哦 谢谢你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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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在X86上不好使 因为X86上有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 就是几十核的配置 这个预评就显示不下了 然后在什么Spark上 曾经我也见过 就是出了几十个企鹅 然后就哭死了 然后这个刚才是 刚才那个情况就冲起了 那个Magic ZRQ 然后还有什么 有问题的吗 有什么3D游戏之类的吗 刚才说了3D 3D加速绑顿 搞不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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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GL 可以 这个 这个 OpenGL是可以的 可是3D游戏跑不起来 但是它性能不够 就是OpenGL 但是OpenGL 它是能跑的 但是你表现 你写一个非常简单的 什么3D游戏 那种东西是能跑的 但是你要说 那个库什么是没问题 但是它的性能 它的驱动 比如说 AMD的驱动 这些东西有问题 我们刚才演示的时候 演示的时候 那个KDE 其实就是开了特效的 但是没有把特效开全 然后它能用的是OpenGL 2.0 对 然后这个哥们好像就起来了 相当不容易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 这个系统 Mix 它是因为这个 融新做的比较烂呢 还是说它这个 密词 因为密词很多 在那个路由的系统 不是有密词吗 就是密词本身性能不错 我们也觉得就是 那个 其实CPU本身还可以 但是它在 它主要的问题 在IO上不好 然后所有的密词开发 就配的是那种 就是最差最差的网 比如说那个网卡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无线网卡 还有这边有一个 有线网口 是不带任何 offload的功能 然后它在整个IO上 就相当于没有做 就是说基本上 拿了一个AMD 一个最便宜的方案 然后放上了 就完了 然后以至于它的整个性能 非常非常差 然后呢 在内存上是要付藏 它们确实是跳得软了 然后完成了各家项目就跑了 之后那个 就没有再去好好做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非常受伤 那个当时没有资金去买SSD 然后编译的时候 又是一个重IO的活儿 然后想放在内存里加速 或者是用UNIFS的那种方法 来去拿内存加速呢 都做不到 因为只有两剂内存 然后那个一个LV 就可能就把内存干爆了 然后就是更不可能 让内存来加速 还有哪位有问题 还有PM1 他们公司在替龙星改 在替龙星改 后期我们的 invation technology 就是那个 就现在的话 它已经能 就是龙星3A的板子 我们已经能做到四成八了 四成八 32G 但是之间还没有看到P梦 没有看到二进制 然后去年因为刷这个P梦 然后能够支持两G的 就是支持这么多两G的条 我们还准备了各种变成器 去刷它板子上的CMOS 给代理捐赠了很多机器 现在已经到了四五五个台了 然后都是巴西的 单条四G两条的 因为它都是龙梦的6100 只有两个叉叉 对对对 我现在用鞍鞍鞍鞍鞍鞭的原定是怎么回事 鞍鞍是刷刷刷刷刷就是由调鞋鞋商店 然后他是去个人来参与这个事情 我今天用了龙星2F技术 然後 那我没有见过 还有 我知道 但不是那个事 还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分钟了 因为好像听说是 北京有个公司 是专门制作 MITS芯片台 那个好像是做 军政是吗 对对对 他们那个是不是 比免费稍微好一些 军政目前只有32位 然后而且他们是以DSP为主 我记得很了解 他们主要做那个 就是消费店产品的SoC那种 比方说手机给平板做 然后那我这就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请大家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是有两个 听会这个问题的问题 还有一个奖品 好 还有人请问 为了奖品 您以后的那个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是出论于本地的应用还是说 像其他事做一天买五个事的 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我说听说您以后的一个优化的方向 就是说是适合本地的应用还是做网页的啊 我们现在这个业务没有 就是我们首先这不是一个公司业务 对我来说 对他来说他做这个事情 他之所以说他土豪 他在工作上 就是说他在老板上他做的 就是去做社区业务 然后那个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 想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下班 想什么时候 想什么时候去泡妹子就什么时候去泡的 然后那个我们这个事情 从最开始的目标是说去 做成灾面的一级架构 就是所谓官方支持架构 然后做一些通用性的优化 然后因为在我们看来 如果没有一个通用的 就是说能够让 就是说去开发者去跑在一些开发板上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树莓派如果没有人见 那么这个东西就废了 没有人会去用 所以首先要有一个通用的系统 并且我们做出来在64位上 可以非常好用的工具链 这两项都有了的时候才可以去想别的 我们是这样想 所以现在还问我们说 或者说去真正是桌面怎么样 我们并不是为了桌面而桌面的 今天是可能没想我们不拿桌面 他不让我们就来一样 可以啊 然后给赞助 你会不会有 就是有龙心4G的 或者是性能上会比较强一点 据说龙心3D1500性能好 但是还没有摸到食物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私下来再跟Iron沟通 然后也是一个Iron精彩演讲 和接下来比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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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